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扔被毁的是人 那就是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了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以西结书24章1至14节 神以热窝煮肉的比喻来对以色列家作出最后的审判 在第一部分24章1至5节 神恨先知以西结透露他刑罚以色列家的日期和方法 就是在第九年10月10日开始 神会以巴比伦来庆福又大过 神要先知记下这个日子 并要以热窝煮肉作比喻 为的是要让伯逆的以色列家知道 这件事是出于耶和话 神的话是真实的 是永不落空的 讲到热窝煮肉这个比喻 神以窝来比喻耶路撒冷 以肥肉和骨头来比喻城里面的居民和权贵 以火来比喻巴比伦的攻击 神要先知将窝放在火上面 将肥肉和骨头放在里面烹煮 就是要预言 耶路撒冷要被庆福 人至身其中是无处可逃的 但是为什么要以热窝煮肉作比喻呢 大概这个比喻 是要回应当时流行的一句话 是记载在以西结书11章3节 这城是窝,我是肉 意思是耶路撒冷是坚固的窝 百姓是优质的肉 有窝保护 肉境、安全是得到保障的 他们不像那些劣质的肉感 会被杀害或者被老 由此可知 他们以成、以自己为傲 骄傲和偏庭 令百姓宁愿相信 假先知和平安的话 而轻忽了先知耶路撒冷的警告 他们不愿意悔改 他们继续安日地过生活 面对这些自大 不知悔改的百姓 神就藉着这个比喻来反访他们 让他们知道 窝已经着火了 不能够成为他们的保护 他们也不是神要保护的百姓 相反 因为他们的恶行 神于言 他们将要同乘一同受刑 过去 百姓已成 以自己为傲 骄傲的心 令他们活了在 自我欺骗的状态里面 无视神值先知 给他们的提醒和管教 大姓姐妹 今天我们又以什么为傲呢 你的生命又是不是活了在 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里面 以致你轻忽了 省察 灰醉的重要性呢 接着在第二部分 二十四章六至八节 以及第三部分 二十四章九至十四节 神两次以 和哉这个词 来带出神审判以色列家的原因和决心 在六至八节 神以生臭的窝 来比喻耶路撒冷的污蔑 神称耶路撒冷为流人血的城 因为城中的充满了血腥和罪恶 不发的事是随处可见的 因为这样 城被无辜者所留的血污染 以致生出售来 面对这些不发的事 以及要为那些被杀者伸冤 神的愤怒就大大地临到这个城 神吩咐要将窝里面 所有被受所污染的肉拿出来 不用抽签 要使城里面的人被杀 被俗 被老 以追讨他们流人血的罪 最后 在第九至十四节 面对这个流人血的城 神话要亲自的加大柴堆 使火着黄 意思是 神要加大柴火 但是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按着经文所指 是为要以严厉的手段 惹罚那些百姓 使他们在痛苦里面 愿意回转 悔改 以除去他们的罪 洁净耶路撒冷城 但无奈 在十二到十三节 神话 他的努力是图然的 因为城里面的罪恶实在太多 已经去到不难收拾的地步 终而认罚再大 城里面的人都拒绝悔改 所以在十四节 神就向这个城大发烈怒 神以三不 不反悔 不顾惜 不后悔 来强调 神不再忍耐和欢容这个城 因着窩已经失去效用 所以神只好将窩整个的毁灭 来到总结的部分 原来神认罚人 并不是要使那个人 折磨痛苦而死 而是要引导他回转 悔改 归向神 弟兄姐妹 要我们都检视一下自己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 是不是都已经生寿 需要悔改 寻求神的赛免和洁净 弟兄姐妹 不要濫用神的恩典 以为犯罪是小事 既知神是公义和圣洁的 他必不以有罪为无罪 必要追讨人的恶 我们不要容让自己的生命 因为犯罪而生出口口的兽 拒绝悔改回转 以致生命成为了 生寿无用的窩 惹动神的愤怒 而走向败磨 弟兄姐妹 让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时刻 借着圣经的话语提醒我们 要以死为监 不要轻忽罪的严重性 以为犯罪是小事 主你必不誓策 以致我们濫用了你的恩典 轻看了你的管教 容让罪在我们生命里面 长出厚厚的受 污染 腹食我们的生命 犯罪得罪你 而不自知 求你监察我们 提醒和帮助我们 使我们知罪 懂得回转 悔改 远离恶行 遵你的旨意而行 过土利 喜悦的生活 使我们成为圣结的器皿 能够合理所用 以上的祷告 是奉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